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被国内学者专家称为台湾法税二二帮事件 太极门税务假案 至今已经25年 政府不但没有发挥正义撤销假税单 更在去年8月21号 将太极门位于苗栗山区的道馆预定地 违法拍卖收归国有 事实上 国税局退休的检任集合员黄坤光先生 以专业的查税经验 认为太极门税务案件 事实就是违法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黄先生的分析 太极门被办的案子是怎样 是80年到85年 6年 我就觉得奇怪怎么会有这种情绪 原来你看 85年12月19查 他就说有逃落多少 85年的所得税 他必须在86年3月底以后 你才能去调查 人家有没有逃落税 人家都还没有申报 你查人家逃落税 有这种吗 你怎么知道人家要怎么申报 所以光是年度就显然没法 税法规定了 我想读法律的人都知道 那个你没有金流 你就不能给人家起诉 不能给人家判刑的 但是呢 太极门案 85年12月19 查到 搜查到两本存部 61万 结果第二天的报纸说 太极门师傅 有诈欺收入 换补习班的所得 31亿 然后呢 没有证据的 我就讲说 这个写小说也不能这样推论 结果我后来看 为什么会有数字出现 我大概看就是说 61万乘以5000倍 刚好就是31亿 那事后的所谓证据 都是可以证明是假的 因为你已经有那个数据 那些侦办笔录 什么证人笔录 是什么时候做 绝对是在12月20号以后的 查税的话 会有说 我一派案就知道 你逃漏多少 然后才去制造证据配合的 这个东西 不要说是非法课税 非依法利课税 那个真的就是 所谓的栽赃亡法 第二点 所有金钱换罪 一定要有金流 没有金的 这个没有金流的 然后说去课税 处罚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所以你今天要是国税局 行政执行署 有自省能力 而且觉得说 不管 你不要说 为什么我怕员工被处分 或者什么奖金要退回 这个是非法就是非法 那个部分要怎么处分 那是你内部都出来 人家接不接受 会觉得你有没有还在包庇的问题 但是你不能这样而不去处理 那这样子的话 整个法制都被你法务部破坏了 那我们财政部集合组成立三十多年 一年一个人到现在 可能查到的逃漏税额不出三千万 结果所有这些 用推论课税 人民没有所得给他课税的 这个像新门这种 一样 一去就是几亿千万 哇 那那个 假设这个税可以收 还需要国税局吗 还需要那个 就找几个这种检察官就够了 太景门对国家的贡献 立任总统皆赞誉有加 因为太景门不但以气功武术 融合艺术的展演方式 参加国内外超过三千多场文化展演 连雪梨奥运 国气日游行 还有台北市大运 都有他们的足迹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段VCR 贵会成立三十五年来 秉持尽忠尽孝 爱国家 爱社会的宗旨 最后同好 自立演戏国术 发扬武德 对传承固有文化 树立良好社会的风气 贡献做出成果 令你敬佩 太极门是古老 气功武士门派 殊途代代相传 就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弟子民各个多精神饱满 身心健康 在红掌门人的引导之下 除了修心养性之外 更秉持奸善天下的精神 气势助人 并透过国际文化交流 推展世界之爱 让爱与和平的理念 传遍全世界大洲 特别还要借此机会 再次代表政府 向大家致上最高的敬意 和感谢之意 感谢大家长久以来 为国家 为社会所做的努力 跟贡献 每一次看到太极门 就看到活力 看到温馨 看到爱 我们非常敬佩 宏道子博士 这一种憋一天 敏人的情怀 也希望在全世界各地 太极门都能够秉持 这一个原则 让台湾站出去 让世界走进来 太极门更在掌门人的带领之下 积极走向世界 为台湾做国民外交 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未来 我也希望太极门在红掌门人带领之下 能够继续跟政府一起来打拼 发挥我们良善的影响力 让台湾不断的进步发展 让世界更看到台湾 一个正当正派 对社会国家有帮助的 气功武术修行门派 遭受国家临时 25年之久 面对如此不公的仿税制度 有几位太极门弟子主动写 阿爷恒事会给总统及相关公部门 希望唤喜他们的良知 现在我们就请在国营事业服务的 彤彤小姐讲讲她的心声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写给法务部蔡清祥部长的一封信 因为我发现司法制度上 有些不合常理的地方 真心希望我们司法能改进 人民不要受到冤屈 让人民生活在一个 安心安定的国家 以下是我写给她的信 敬爱的蔡部长您好 我是高雄人 自己一个人离乡背景来到苗栗工作 因为离家比较远 会担心妈妈的身体状况 无法就近照顾 而同事刚好也推荐妈妈 可以进入太极门练气练心 而我也就跟着一起拜师入门 练功之后 我的身体精神状况都变好了 做事效率也更提升 妈妈在高雄也练得很开心 可以好好照顾自己 而且还有好多师兄师姐的照顾 让我很放心 可以沾心在工作上 很感谢有这样一个地方 师父教我要修行 修行是要实际做到修改自己 调整自己 要改脾气 凡是正向思考 让每天都比前一天的自己 进步一点点 累积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看到自己有很大的成长 我也是进入太极门之后 看到了台湾法税制度的不完善 才知道原来我们遭受如此严重的迫害 当年侯宽人检察官违法在先 一方面以养小鬼那样不具科学根据的名义 一起诉台极门 并违法搜索 台极门道观 另一方面又说 台极门是补习班 逃漏税 这件事情在96年的7月13日 刑事法院三审判决 无罪无罪确定 我们弟子进程给师父的进尸礼为证语 108年11月 国税局也将当时开出的 80到85年度的税单 除了81年度以外 其余年度都更正为零 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也在109年的5月跟7月 二度发函给国税局 指81年度的税单 应跟其他年度做一致性的处理 并将进尸礼相关的税单更正为零 并且撤回执行 但国税局不听 行政执行署也不理 坚持在109年8月21日 将师父给我们在苗栗的修行道馆预定地 违法拍卖并收归国有 请问部长 这样合理吗 我不明白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错的 为什么我们的官员还要坚持错下去 每当听师兄师姐说的当时遭受迫害的情况 侯宽人检察官对待师父师母 师兄师姐的手段 还有当时大家那样害怕不安的心 都让我非常的难过与不舍 期望部长能良心执法 严惩违法官员 整肃司法风计 用一颗真正爱人民的心 落实司法制度的改革 增强人民对国家的信赖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陈如刚刚彤彤小姐说的 如果检察官 税务机关 还有相关司法单位 能够明辨是非对错 税单不会年年开 纠缠了25年 行政执行署更不会用这一张假税单 强占民产 现在我们再来听听这位 也是在公部门服务的 珍珍小姐 对行政院长的呼吁 大家好 我是公务员 我处理公文都很仔细 也很小心 因为怕自己的不小心 会侵害到人民的权益 可是我却亲眼看到 承办太监们案件的违法官员 他们已经严重迫害 公务员的形象跟英镜的职责 所以我决定要写信给行政院院长苏贞昌 请他确实的要求行政机关 要依照行政程序法117条的规定 来改正错误 那以下就是我写信的内容 苏院长您好 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太极门苗栗道馆的时候 其实我的心情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因为从小我的胆子就不大 那我来到这个地方 我喜欢上这个团体 我喜欢四兄师姐 喜欢他们的笑容 更希望能够是他们的一份子 我在76年结婚 我本身是闽南人嫁给客家人 成为客家媳妇 那刚开始的时候 不管是在工作上啊 人际沟通啊 以及婆媳的相处上 说实在的每天都面临不同的挑战 那跟着师傅练功之后 我慢慢有学会说 把心中的不平啊 有把它释放出来 所以现在啊 我当然就比以前快乐 我目前是三代同堂 嘿有健康快乐的家庭 那我第一次接触到太极门案件的时候 其实让我非常震惊的是 活税局在处理 澄清书的时候 他们为什么只有存查 而已不用办理 那我自己也在政府机关上班 我们在处理澄清书 都是非常的仔细 非常的小心 尤其是有关人民权益案件的时候 其实那个案件是要被列管 也要在期限内把处理的情境通知 澄清人 那为什么同样都是 政府机关国税局可以不用 我实在找不到答案 那其实良心就是 做好自己的本分 在职场上我是公仆 我做的任何决定都要依法 都要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所以我没有办法 认同国税局的处理方式 我根本没有办法 忍受这些违法官员 继续破坏公务员的形象 太极门案件在96年7月13号 三审判决确定无罪无税 那监察案的调查 其实也已经明确的指出 国税局和官的检察官 明确违法 但是让人不可想象的是 为什么违法的官员 可以不用被惩处 还可以升官 到底还没有天意可言 那这一张税单 目前还在破坏人民 台湾不是名字法制的国家吗 为什么会这样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那更让人家不能忍受 让人家痛恨的是 太极民并没有欠税 可是行政执行署却在109年的8月21号 强行违法拍卖太极门的土地 并收归国有 抢夺民产 那由侯宽人检察官跟国税局 他们联手所制造出来的太极门税务假案 目前还没有结束 他还持续破坏着太极门师徒 事实上他已经严重违反宪法 及国际人权两公约 所以在此 我要告诉院长您 请你务必要要求 财政部 法务部 确实依照行政程序法117条的规定 撤销违法税单 缓缓太极们的修行 顺递给太极们 谢谢院长 手法的公务员绝对不敢做出违法的事 那为什么这些公务员这么大胆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竟然敢开出这么离谱的违法税单 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贪图奖金 还是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黑手 我们来听听几位退休税务员的爆料 你怎么看是一双看不见的 你怎么看是一双看不见的 我说 我说 你不让你吃吃汗 我说 你不让你吃汗 我说 你怎么算的 他拿着我汗 就是比青蛙一样的 你是不是说 这样不能吃饭吧 是 然后他就说 他说啊 这样不采 不采 那你要怎么样 他说我们就这样 他说 那如果说国家机器想要整肃抹人的时候 他就是用警调单位的力量来出手 送到税务单位来做所谓的才华的时候 我们也不敢做所谓的再查核 说检调单位东西来了就是这样子 那就是我们案子要成立 那成立了之后就是 你不符你就是闲政究极 只要检调单位想要 想要整理的话 其实就很难避免不被整到 当作这个案子是侯宽人试调处那边出来的 所以我们所对应的人就是试调处 那除非试调处那边原本有检举人 那会从那一部分给检举奖金的话 我曾经遇到过了 试调处的案子来 那来了之后 我本来就要发喊调查 可是就被我股掌抓去骂 他就说试调处的案子你查什么查 你就按照他查来的资料 直接合下去就好 因为他们都害怕说 我们做调查就变成说 我们是在跟那个 违章人在所谓的 暗中是相授手 所以就不准我们查 所以几乎 税户机关接到试调处的案子 几乎不查核的 完全按照他们的资料直接就核定 所以才会说当初十月生 他为什么没有查核 他们就是因为从以前的惯例就是如此 原来太极门假案是由侯宽人一手主导而来 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在操弄 仿佛回到威权时代 民主法治国家不应该有滥用公权力的现象 而太极门弟子的坚持 不仅是为了平凡假案 更是为了千千万万的税灾户而奋斗 接着我们就来听听小孙小姐写给总统 爱也很喜欢 大家好 我要分享的是给蔡总统的一封信 这是我爱我们国家的一分心意 希望我们的国家更进步 总统成为优秀的国家领导人 以下就是我写给他的内容 敬爱的蔡总统您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 今天写这封信给总统您 衷心希望您关注 我的人生在最低落身心都生病时 幸好有朋友的推荐来太极门拜师入门 练功让我得到身心灵的健康 很感恩我的师父将我明变是非 真假对错 要做对的事情 自己做错的事要勇于认错的智慧 我是弟子 了解本门案件来龙去脉是天经地义的事 因为这就是家事 虽然我入门叫晚 没有经历太极门遭迫害的当时 但了解整个淹错假案的过程后 我积极参加法税改革的活动 也因实际参与 知道台湾受到法税不公不义的假案受害者 不计其数 每个人都是走投无路 默默承受苦难 我有参加法税的倡议活动 像2016年 税不好税改道 2017年反财税黑手 2018年法税改革点亮台湾 以及村里长连署 也为爱勇敢和大家一起上海大纳喊声援 中心希望我们的法税制度能更正确 让人民不再落入法税之冤的痛苦深渊中 民国85年12月19日 因侯宽人检察官 布什起诉 还和国税级一同造假开出税单 一张万年布什的假税单 玩弄人民24年 一人造假上万个家庭遭殃 施法在96年7月13日三审判决确定 也获得国家烟疫陪杀 法院还给太极们清白 还我们公道 已经明白是没有税的问题 而且国税级自己也承认错误 将违法快出六个年度的税单 其中五个年度更正为例 但是为什么 独留81年度税单继续为法拍卖 还在109年7月31日第一次强行拍卖 太极美修行异定地 总统 你可知道行政执行组拍卖的是 台湾民主法治及国家的尊严 更令人悲愤的是 8月21日第二次拍卖流标后 进非法收归国有 天哪 台湾是民主自由的国家 是要保护人民的人权 保护人民的财产权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蔡总统 我相信您是一位有智慧的领导人 请您伸出智慧的双手拯救台湾的税宅 做出真正的作为 从督处快速解决太极门指标性案件开始 让您留亲自 是功德有存 谢谢您蔡总统 很像是我的分享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小孙为了不公的台湾法税制度 选择站在街头 为税灾户门挺身而出 而以下这位黄先生 已经从黑法人变成白法人 即便是白法苍苍 却还是坚持 要将他的心声告诉蔡总统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黄先生跟黄太太写给蔡总统的这一封 阿爷很喜悔 大家好 今天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是 我写给蔡英文总统的一封信 这是我的心里话 蔡总统你好 我们夫妻俩年纪都已是 七十多岁的人 在太极门拜师 入门练功二十五年了 当初抱着强身健体 修身养泄 促进身心灵的健康 在太极门里 这个大家族里 师父引导弟子 写好计划 行善基德 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与妻子相伴 同进同出 一起练功 在那段练功的时光中 过得非常快乐 以欢喜的日 可惜好景不长 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佛官人检察官 无中生有 借着宗教扫黑 行超家灭门 以诈欺 逃落税 甚至养小鬼等罪 起诉太极门 甲案历经十年七个月 在九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最高法院判定太极门 无诈欺 无欠税 无违反基真法 却被冤枉羁押的师父 师母 和师兄姐四人 均获得国家冤疫赔偿 足以证明 这是一件烟臭假案 更离谱的是 财政部国税级 和行政执行署 为了贪图奖金 罔顾人权 竟然在 109年8月21日 联手违法拍卖 太极门师父为 弟子准备的修行预定地 并非法收归国有 使得人民潜意受损 而他们的行为 无法无天 请问公理何在 我本人参加了 多次三十国庆展演 在总统府前 庆祝国家生日快乐 带给大家喜气洋洋 一片美好的欢乐 让国外的元首和有人 看到我们的文化自美 是多么有意义的事 也是我此生最荣耀的事 而现在只能回忆太极门案件 历经了四位总统 每位总统都肯定太极门 为国家社会的文化传承奉献 可是到现在 这个假案已二十五年了 人为真正的姐姐 这是多么让人痛心啊 在太极门里面 有很多相同的师兄师姐 因为有共同的师父 大家相处多年 秦童守株 气脉相连 师兄师姐 就像家人般的照顾我们 是我们另一个 安身立命的大家庭 期盼总统 你能倾听民意 秉持以民为本 以法为规 来为人民服务 请敦促财税机关 依法行政 帮助受难的法税228 太极门案件平反 归还我们修行的一定地 让我们这些年迈的人 过着没有忧虑 没有恐惧 欢乐的晚年 让民主灯塔光芒照亮台湾 照耀世界 请此祝福你 谢谢大家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 太极门奖案是法税照妖精 照出了民主法治的暗黑威权 但学者们也说 人权不是天上掉下来 而是要靠自己争取 太极门 平反冤税奖案的决心 绝对不动摇 节目最后 以这首世界公民享人权 呼吁所有手中握有公权力的人 奔着良心 顺应天理 建构一个以民为本 以法为规的祥和社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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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意和良心 几分希望 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太平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守护良心 爱地久 守护人选为何平 别的有爱 愈何平 世界共鸣相人选 愿意和良心 几分希望 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太平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守护良心 爱地久 守护人选为何平 别的有爱 愈何平 世界共鸣相人选 人人有快乐 愿意和良心 天下皆太平 人人有快乐 愿意和良心 天下皆太平 人人有快乐 愿意和良心 天下皆太平 卿人用快乐 愿意和良心 天下皆太平 人人有快乐 愿意 辉意和良心 天下皆太平 人人有快乐 愿意和良心 天下皆太平 人人有快乐 愿意和良心 天下尸